你说说你这是个什么脑子呀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夏依南他们娘俩 就是想霸占你们家的房子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说什么意思呀 你自己想想吧 现在光明哥哥变成这样了 彭光亮要走丢了 那彭东青跟彭东梅就是两个孩子 什么事都不懂 被夏依南死死地拔在手里 现在就剩咱们俩了 他天天让他妈到家里来 还指使他妈跟我吵架 现在竟然管我们收生活费 这是为什么呀 那他收生活费他以前为什么不收 他为什么现在收 什么意思呀 不就是为了恶心咱们俩吗 想把咱们俩从这个家赶出去 把咱们俩赶出去了 这房子是不是就是他夏依南的了 不是 你等我 等我理理啊 你等我 白领 你想多了 嫂子不是那样的人 彭光荣啊 我跟夏依南是同一年进场的 我认识他三年了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清楚 打从我们进场的那天起 他就嫉妒我比他漂亮 比他年轻 后来我被宣传队选上了 他分配进了二车间 他心里就更不平衡了 处处针对我 他是处处欺负我 再后来 他害我落选趣味 被分配进了车间 我竟然变成他的徒弟了 你知道什么叫虎洛平要被全欺吗 我 我就是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车间 是怎么变着法子 给我穿小鞋的 白 白凉 白凉 你听我说嘛 白凉 白凉 你听我说嘛 你 你别哭嘛 你哭我都想哭了 那你说 你说怎么办吧 分家 什么 分家 这不行啊 分家可不行啊 白凉你听我好好跟你分析一下啊 人说 家有一老 乳有一宝 对吧 那咱家老人都不在了 是不是 二哥现在又那个样子 那还有谁啊 咱只能指望嫂子了 我知道 你跟二嫂不是很对方 可是嫂子 那真是有本事又能干 对吧 就这次 老四丢了对吧 全家上下 救赎嫂子最操心了 你说咱要真是分家了以后 那咱俩就无依无靠了呀 冯光荣 你都快三十岁的人 暂时而立这句话 你没听说过吗 你为什么总要指着别人啊 咱们俩有手有脚 能走能动的 能不能靠我们自己的手 创造属于咱们俩自己的生活 你为什么总要靠着夏依南 他就是你亲妈 你都不能指望他一辈子 是 是 你这话说得都对啊 我也想咱俩靠双手 撑起咱那个小家 可是你没明白我刚才那个话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大树底下好长梁对吧 咱有个靠山是不是心里有底啊 有什么事 有人给咱兜着吗 能出什么事啊 他能帮你兜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 我家的是你 不是你们家 大大小小这一家子人 我现在就问你 能不能跟你二哥分家 白玲 分家这个事 真不是你想那么简单 你别跟我扯那么多 你要是不能分呢 我就去我哥家住 明白了 明白了啊 生活费那事是吧 简单呀 我跟二嫂再好好商量 商量不就完了吗 商量什么商量啊 我告诉你 我没办法跟夏依南 在一个屋檐下再住下去了 你要是不能分家是吧 你就跟你们彭家人过一辈子去 白玲 别跟着我 想清楚了再来找我